8月16日,由香港朝首师团总会主办的于兰文化节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开幕。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何靖,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作为主理嘉宾出席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刘江华指出,于兰文化节身具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互助有爱的人文精神。 香港正处于艰难时期,希望大家拿出这份精神,平心静气供上前路。 这一项的节兴深具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孝称敬祖的传统观念, 也都是兼具互助有爱的人文精神。 在此时刻,这份的精神更是自为重要。 香港各区近来出现社会躁动的事件, 令警察疲于应付,市民困扰不安。 我们正处于艰难的时期, 要恢复关系和重回轨道, 正正是需要大家拿出互爱互助的精神, 平心静气供商前路。 据了解,云兰盛会是潮汕地区传统民间仇神祭祖习俗, 在香港的潮级人士一直传承。 每逢农历七月, 超数团体在香港各区举办云兰盛会, 祭祀祖先,上演神功戏和派发平安米等。 2011年,香港的云兰盛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香港超数社团总会主席陈佑南表示, 今年主办方收集了香港各区云兰盛会的历史图片、 资料及文物, 特设盆会圣营展区进行展示。 除此之外, 今年云兰文化节特别推出亚洲云兰文化祭, 通过展示日本长期云兰文化, 让市民大众对不同地方的云兰文化有更多了解。 同时也希望将云兰文化、 孝于亲、慈于众的精神内涵带给全世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